我是小老弟的老鐵門哥來的 那今天這一集就是我們來看這個 小老弟一直瘋狂推薦 一直瘋狂推薦的這個日本的這個 手機殼的銷售王者 這個叫i-face的保護殼 然後再來就是搭配一個這個 我非常推薦的U-NEW的這個磁吸 外掛的磁吸圈 磁吸環 我們來看它有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效果 還有這個殼到底推不推薦 然後首先我來講說這個i-face 這個i-face其實我一直不開它的原因是 因為它沒有MagSafe 所以這個殼我也搞不懂 它是銷售三罐網 可是它怎麼都不做MagSafe的版本 我就想不透 不過我從以前iPhoneX 有在使用它的殼 它的殼是真的很不錯 尤其是它有一些那種做爆紋的 那種塑膠殼的 很像烤漆的殼的手感跟按鍵什麼 真的是非常好 那我唯一就是一直撐到現在的原因是 因為它都沒有MagSafe 只要買一個外接的來試 所以今天到底會怎麼樣 我們就來試看看 那我們也來看一下說這個殼 它現在已經到14的時候 它到底做的會怎麼樣 有沒有改進或者是說 還有沒有像以前一樣那麼的厲害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那這個殼的話 你們可以在那個Shopme Shopme.com去買 這是我之前推薦的那一個網站 我們就來看一下 然後它是一個殼呢 它的很奇特的造影 就是它有一種圓虎的很像那個喇叭 就是不是喇叭啦 很像葫蘆啊 葫蘆的造型 喜歡怎麼講喇叭 它在日本都銷售2500萬個啊 是賣的多好 日本金餅 那它還有另外一款是那種 我說的那種很像烤漆的那一個版本的 也是非常好 然後它的盒子我覺得還蠻好 還蠻好裝的 然後它這個好像有這個保固的這個碼 就不輸入啦 管它的 然後它的材質是TPU的 那會買這個有顏色的話就是 這種TPU的會變黃啊 那我買有顏色的就比較不會變黃 而且我買這種黃的 根本看起來就是變黃也看不出來 好 那這個的防摔應該是均規的啦 一米多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殼 我現在在摸它這種 它來做這個透明殼 我覺得它很輕薄啊 它跟我以前買的那個iFace 重量差很多 我以前買的iFace 它的那個背板是硬的殼 然後它旁邊是那種橡膠的塑料 那它這一次它做這個TPU的 我覺得很軟以外 非常非常的輕啊 我看一下它的設計 它的這個背面啊 它這個都是這個圓虎的 它這個倒角都是圓虎的 所以它這種手感一定是非常好的 它這種是圓虎的 所以這個一定是手感 我光看就知道這個手感會非常好 你們如果買殼 你希望手感要好 第一個就是說 盡量它的後面這種都是平整的 你在這樣握啦 在拿它會最好 然後它就是它的設計就是 我說有點像葫蘆 這樣子下面這樣胖起來 這樣子圓 然後它這個顏色很漂亮 它是一個黃很漂亮 那你買這黃的 你就不會怕發黃 反正它怎麼黃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然後它的這個孔呢 滿大 然後我本來以為它很厚 可是我覺得它很薄 它現在在摸 我覺得很薄很輕薄 它很像那種我們路邊那種清水套 那麼薄 然後它的上面也是有做這樣凸起來 所以它現在整體而言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輕薄 好薄喔 然後這個是有一個這個鏡頭的這個厚度 很不錯耶 然後它這個logo就是一個盾牌 然後上面尖尖的eye face 它有掉飾孔 蠻漂亮的 我看一下我們稍微擦一下 看一下 然後它的這個裡面是有網點的 它是有一點一點的 這是防水波紋的網點 然後有一點一點的 然後我看一下側面 側面也有 它側面也是有這個一點一點的 也是有一點一點的這種防水波紋的 一點一點的 然後它的按鍵呢 它的按鍵不是獨立按鍵 不過它的按鍵是有畫兩刀的 所以這個應該也是會很好按 不過有這種網點的就是比較麻煩 就是它那個有時候屑屑會卡在那個點上 然後我稍微把它擦一下好了 不過用這個擦可能會有屑屑 稍微弄乾淨 哇好漂亮喔 這個殼很漂亮 而且好輕喔 怎麼那麼輕啊 這個殼好輕喔 超級輕喔 我們看一下重量 馬上揭曉了 我覺得這殼超級輕的 在哪邊看得比較清楚 35克啦 蠻輕的 跟原廠差不多 35克 好輕喔 可能這陣子我們都拿40幾克的 35.5克 蠻輕的喔 原廠的話大概33克 我最近拿的那個殼啊 都4050克很重 這個好輕 好那我們來裝看看喔 來裝看看 我們來 把它擦一下 把手機清潔一下 擦乾淨一下 擦乾淨再裝殼會比較漂亮 很輕薄喔 不然那個小老弟整天齁 一直在那邊說 iFace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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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理他 我都跟他說 沒有Megasave好什麼啊 可沒有Megasave要好什麼 好 我們裝下去啦 把東西放好 哇這個手感非常好耶 真的喔 這個很好握啊 他這個手感就是 唉唷 我拿高一點好了 拉後面一點 等我一下 他這個手感為什麼會好 第一個就是 他這個葫蘆的這個地方啊 你在這邊握的時候啊 他剛好會填滿 你這個手的這個空缺 所以我現在在拿 就比較輕鬆 因為我的手這邊 這個弧度啊 就剛好會被他 這個弧度啊 就這樣子靠住 所以是這個手感非常好 而且他現在這種是TPU的殼啊 TPU的這種殼就是 他有一種滑潤以外 就是他這種塑膠的就是 這種的硬度啊 就還是會有一個阻力喔 就是幫你握的時候 他會有一點 不會那麼的 要怎麼講啊 就是滑潤 就是他有滑潤度 可是卻有阻力讓你摸起來很舒服 就不會有什麼刷刷啦 或者是說很太過於光喔 不會喔 他就是軟軟的這樣子 然後他的側面這個呢 就是很像那個果凍水晶喔 然後我等一下再挑 挑一下他的毛病 他的上面的話呢 是這個鏡頭也蠻酷的喔 就是很透啦 我覺得這個蠻透的 蠻漂亮 這個綠也綠的很漂亮 綠的黃的這樣很漂亮 另外就是他的旁邊有這個吊飾孔 他的轉角是沒有做什麼 沒有做什麼一些什麼氣囊的感覺 好像沒有看到氣囊 不過他這種有一種弧度 應該就可以防摔了 我猜這個他大概是1米2到2米均龜的 然後他的這個邊 我覺得他做得很好 他這個邊是 是很圓滑的 是滑潤的 所以他這個邊是好 他這個邊不會刮手 是很好的 他這個邊完全是做得很流暢喔 很很順滑啦 光滑 然後他的鏡頭呢 是 我覺得應該是高還高蠻多的喔 鏡頭是高還高蠻多的 這個應該是可以貼鏡頭貼的喔 他的這個高度是夠的喔 高度 這邊的比較高耶 高一些啦 高一些啦 應該是可以貼 不過還是別貼好了 高一點點啦 高一點點 沒關係我們之後來測一下鏡頭貼好了 所以他的鏡頭大概是這樣 然後正面的話呢 正面的高度高一點點而已 有貼保護貼以外 他大概高一些些而已 高0.0幾mm而已啦 高一點點啦 哇這很漂亮喔 的確很漂亮 而且很像那個 我覺得很像那個麥芽糖 不是麥芽糖 然後這邊有這個 有一個喇叭的孔 下面這一塊很像麥芽糖 好像很好吃這樣子 下面這一塊很漂亮 那我們測一下按鍵 按鍵是好按 不過我覺得按鍵很緊耶 按鍵不會很好按喔 按鍵 稍微緊了 他這次 這個電源的按鍵比較好 比較緊啊 哇那他這個按鍵不會很好按 他這按鍵要出一點力喔 有點像原廠的按鍵 而且我覺得比原廠按鍵還要硬耶 不過也是可以按啊 欸那他這次這個按鍵沒有 他以前的按鍵好按耶 他以前按鍵比較好按 他這個按鍵沒辦法 我就是要出一個力量去按啊 然後他的邊 我覺得他的邊不好 他的邊太軟了 你們看 所以我現在在摸 明顯他會有那個POPPO 就是會你們有的人會不喜歡他那個 不是POPPO啦 也沒有多POP 就是會動啊 你們看這邊會動 啊但是看起來是算服貼啦 我挑骨頭就是說他的邊是比較軟 還是日本的都這樣 他跟那個什麼日本那一個品牌啊 那個叫什麼阿嬤的啊 日本不是我之前有開一個那個 什麼什麼東京什麼什麼樹的 那一個殼 我覺得他那他這個太軟 然後這個按鍵太硬 然後挑缺點就是說他的這個割線啊 很明顯啊 他這個割線就比較醜 你可以看到他這個開模的線 機器的割線太明顯了 他這樣2500萬 這個你看 而且這個割線我摸 是可以摸到這個接縫線的 手感是可以 可是做工我覺得有些話比較粗糙喔 還有按鍵不好按 但是你說漂不漂亮也不錯啦 就是你手感很好 但是手感很好 這也有點像那個侏羅紀公園的那個 那個水晶石那個蚊子在裡面那個琥珀 不過你整體的這個下方握的這種手感是不錯 這個打電動應該也很不錯 這個手感是不錯的 我要講一下他缺點還是不錯 我們看一下他本身如果 如果沒有用MagSafe的 還是吸得住喔 MagSafe還是吸得住 還是吸得住的 而且MagSafe不會很弱耶 他可能蠻薄的吧 所以吸的還不錯 看一下 不過支架的部分 支架的部分就不行了 支架的吸不住 這個磁吸的我看一下 磁吸的 磁吸的是可以吸 可是 完全吸不住 這個完全是吸不住的 所以 好吧我來講一下說 我如果單純說現在這個殼值不值得買喔 我是覺得如果你是要他的外型跟手感是可以買 但是我覺得他的做工 我覺得不行喔 做工這個割線你看這樣子 是稍微比較醜一點的 機器割線這個太明顯了啦 然後 這割線在摸很粗糙啊 就是我摸得到這兩片拼起來這條線 你看到這條白線已經覺得不好看了 可是你摸還摸得到這條線喔 然後按鍵是 按鍵是太硬了 這按鍵好硬喔 這個按鍵不會很好按 也不曉得為什麼他按鍵 還是透明可機款 但是如果你說他的優點是 就是這個圓斧的手感還不錯喔 圓斧的這個手感我覺得蠻好的 然後他沒有Megasave 我不懂他iFace 他為什麼都不做Megasave 我覺得他這樣會被淘汰啊 所以我才不是很想要入手 這是硬開的喔 這個殼是硬開的 是硬那個小老弟的 但是 以這一個來講的話 他的手感是不錯 還有這個顏色很漂亮 那我們來貼這個Megasave好了喔 罵完了以後 我們還是要改善 然後他這背板我覺得是舒服的 很漂亮 很漂亮 但是他這個做工 你們透明殼的這一款 我覺得是不是 一直有透明殼這一款啊 我以前的那個硬殼的是做工很好耶 他這個透明殼的 但是我覺得他這個是他的創新啊 因為iFace我從以前在買 他沒有做過透明殼啊 所以是不是他第一次做這種TPU的殼 做的比較爛一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來貼 那這個U-NEW的這個 這個Megasave的品質就非常好了齁 這個是非常好 所以來貼這個 這個就沒話講啦 U-NEW的這個產品的 就是做得很好了 那我們來用 所以如果你說要貼這個Megasave的磁吸環 還是真的還是要一分錢一分後啊 然後這個手機殼很便宜啊 他這個手機殼七八百塊 七百多塊 所以是很便宜的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 U-NEW的 再推薦一下這個U-NEW的 這個SN的這個 這個Megasave的這個 真的是非常好 用到現在這個是 真的是非常棒齁 多一下 好的 好 我們就來貼這個 還算 欸 它怎麼會動來動去啊 奇怪 這邊怎麼會動來動去 看一下 等我一下 好啦 不管了 我們來貼了齁 來貼了 來貼這個殼 然後 U-NEW的這個磁吸的 我只能建議就是 希望他能 出那個幫我們對的 其他我就沒有任何的一個 其他我就沒有什麼 對他的 一個批評 他如果能出一個 對齊的會更好 哇 我已經卡進去來不及了 好吧 那就貼了吧 這樣有震嗎 不曉得 也不管啦 就直貼啦 然後呢 如果這個 哇 這個殼 貼上U-NEW這個 也是非常好 那為什麼會推薦 U-NEW這個 因為 這個磁力真的很強 你的這個磁吸圈 如果磁力很強 我跟你講 你在吸東西的時候 那個感受是 非常爽快的 如果你有買這個 磁吸圈的人 你一定會跟我一樣的感受 就是 你就很想要裝這個殼 因為它的磁 你有再用一些配件的話 它就是 這個吸起來就是 你就是只有爽快而已 就很爽啊 就是吸的很老 然後如果你貼的磁吸圈 也是很漂亮 而且它這一個 剛好可以讓你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個 MagSafe在這個 等我一下 再吸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充電的 有充到 有充電到 奇怪為什麼比較慢 然後它這邊是 都是非常好的 都非常平整 那你有這個 就很老啊 就是舒服 有在充電 這邊都有在充 你有用這種磁吸的 就是 所以你的殼 如果沒有MagSafe的 我建議你就是 去買這個 U-NEW的這一款磁吸的 真的是 非常的 非常的棒 而且非常的老啊 只能用老來形容 那你這個 這個什麼 i-FACE的 你就有MagSafe了 而且它這個漸層 我覺得就不錯 然後指甲的話呢 我看一下 等一下 我用一下這個 這個也不錯 哇 這個也變得很強 你的這個 用一個卡夾啦 或者是你要吸這個 吸這個指甲 都是非常好的 吸這種指甲 都是非常棒 好 那我們最後來總結一下這個 i-FACE i-FACE這個保護殼 這個日本 i-FACE這個 賣2500萬的保護殼 第一名的 日本銷售王者 我們來講一下說 它到底呢 值不值得推薦 我會覺得 如果你不要去管 現在摸起來旁邊有割線 跟這個按鈕 它按鈕是比較硬的 我先講缺點好了 就是它的割線 我覺得這個割線很明顯以外 還有就是 就感覺比較粗糙 不是粗糙啦 就是它這個縫線 你還摸得到 但是這是挑骨頭的啦 那你如果不要去管 你其實 在摸的話 其實它是手感非常不錯的 它這個 我覺得它這個弧度啊 是非常符合人體工學的 還有就是 這種的手機啊 就是為什麼呢 我們iPhone11 iPhone10 它要做這種橢圓型的 我跟你講 如果你今天的手機殼 是買這種橢圓的啊 其實它的這個手感是最好的 它在摸 跟你那種直的方的話 這種橢圓的 它是最好的 跟那個 Bodyguards的一樣 Bodyguards那一個 Carve的 也是這種橢圓的 所以它這個手感 其實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你如果說要推薦 就是說你沒有摸過這種 非常好的手感 這種橢圓的 我建議你可以 買一個來試看看 iFace我以前買 都是買它那種硬殼的啦 不然你們去買它的硬殼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 TPU的已經算很不錯了 那它唯一的缺點就是說 它有這個割線 可能做的 我現在摸摸摸得到這個割線 比較粗糙以外 它沒有MagSafe 你還要自己去買MagSafe 還有它的按鈕 我覺得是比較難按的 但是整體而言 如果手感啊 跟這個顏色 我覺得是非常的漂亮 這個顏色我開亮一點 我覺得這個 這個綠黃的這個顏色 好漂亮喔 很像那個琥珀的顏色 所以然後我再貼一個 MagSafe的 就是也是很漂亮 好吧 那今天這一集就到這邊 那這個推不推薦買喔 好吧還是推薦吧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個很便宜啊 它很便宜以外 然後這個造型就很漂亮 就是你不要近看就好了 你不要近看去看它的細節 你就是遠遠的這樣 普通這樣在拿再使用 好漂亮 然後按鍵的話 可能就是稍微要出力一點 比較大力一點 還有就是沒有MagSafe 我建議你去買一個MagSafe來貼 然後去買這個 買這個U-NEW的 U-NEW的MagSafe 這個是非常好的 它下面還有一根 那下面這個有一根的話 可以去對你的這個 磁吸的這種有一根的 它就會吸上去的時候 吸上去的時候 它就很老 它就比較不會動 所以就是 今天就是推薦就是這個 就是 U-NEW的這個 U-NEW的這個磁吸跟這個是 i-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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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課 來推薦給各位 好吧 那今天一起就到這邊 希望會對你們會有幫助